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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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的中国的网管部门 緊接三谛 已经不是从习近平原作 贷款给非洲的帖了 因为那个帖好像已经过去了 一两天了 因为习近平的援助 非洲引起老百姓 网友极大的反弹 反感 所以 网管部门只好 把讨论区给封闭了 因为不让民意表达出来 这是网管部门的 基本职责 在过去几个小时 他们比较着急的是 删出一个什么帖子呢 其实不但是把评论的帖给删掉了 把消息的来源也给删掉了 就是因为江西省 人大副主任 邓维文 听说在9月3号的一场车货中间去世了 这个去世 一方面就是 大家感觉到比较蹊跷 离奇 认为这个车货去世 像这个省人大副主任 而且这个人呢 他当过省公安厅的 党委书记公安厅厅长 一般来讲都是有警车在前面开到 怎么会出现这个车货呢 所以大家觉得比较离奇 因为副省长 副省集 是因为他已经退下来了 只是当一个人大副主任 但是仍然是一个要无仰为的角色 所以他出了这个车货 大家感觉到比较离奇 第二个就是说 他的这个趋势啊 没有想到网友是 好像 不是一个伤势 不是一种悲伤的事情 使网友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亢奋 甚至有人说 这是完全是个报应 因为呢 江西在建议以来 所谓的冰上的改革事情方面 激起了名誉 名誉 那我的点点今天事也曾经做过 而且讲出是 习近平用骑兵 白有蔡奇 哪有刘奇 刘奇是当年习近平的 热将的老部下 迪系 清新部队 跑到江西当了省长 然后当了省委书记 今年一出手 上任以后一出手 做了最大的一个事情 今天正面的事情 上京天良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 进行了冰上的改革 甚至把一些 满足不久的人的遗体 挖出来 简直是没办法去想象 这种暴行 所以说这个人大 副主任的 离奇的车祸 就是一种报应 这个消息 到现在为止 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 这么印证 中国的江西的人大 江西的新闻办 宣言部 都不愿意讲话 但是看到这个消息的 不是一般的社交媒体 而是正式的 中国的官方媒体 只是后来把这个消息给散去了 所以这个消息的 副主任有没有死 是不是还在抢救之中 还是 他确实死了 现在不能报 或者说这个车祸根本没有发生 这个还是要另外去 找到下一步的未来几天 可能有更准确的消息传来 但是郑维文这个人 确实值得 点评几句 为什么值得点评几句呢 就是 网上的消息说 郑维文的去世 是 跟孟建均有关 因为前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华委书记 也担任过公安部长的孟建均 他是当年 在上海的期间 因为跟陈良宇 掙脱所谓的 上海市市长 上海市委书记 后面失败了 把他放到江西省 成为省委书记 没想到在江西省 做得还不错 名义还不错 所以就把他 上升到了公安部 当然在公安部 引起的非议就比较多 江西是他的一个 革命工具地 也是他的政治根基的地方 那么 郑伟文呢 担任过江西省的公安局厅长 副省长 而这个安排的是孟建均安排的 那孟建均在担任公安部长和政华委书记的期间 在全国各地 确实安排了他一批的亲信 这批亲信在他下台之前 退休之前也安排了一批 那么在他任上期间 也安排了一批 公安厅厅长 公安厅的单位书记 所以到了孟建均退休了以后 新的公安部长和新的政华委书记 开始又重新把孟建均安排的这批公安厅厅长 公安厅的单位书记 或者是已经身为副省长的人 要筹记把他们的 以退休 或者是调中职务的 名义 把他们一个一个筹部调离 以安插自己的人马 那么郑伟文 就是其中一个 郑伟文他是五八年 五几年省长 还是五六年 也差不多可以退出二线了 就要不要再当副省长 就转到人大 去当了副主任 那么今年以来的兵上的改革 就是打压老百姓 打压反抗的老百姓 有非议的老百姓 干那个活的时候 主要是留期的手下 或者是留期下的命令 已经跟郑伟文 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 但是因为郑伟文 已经在江西省的公安厅 已经认证了这么长时间 公安厅的这批人 也基本上算是他的人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他要承担责任 也是不能脱离干系的 但是郑伟文他本人 他并不是江西人 他是从安徽调来的 他其实是从安徽成长起来的 中共的高级官员 那么他曾经呢 跟两个人呢 有一些 或者是跟三个人呢 有一些关联 一个人呢 就是在安徽工作过的 长期工作过的 这个回流日 回流日是后来成为 国务院的副总理 政治局委员 一直认为他呢 有很多问题 随时要抓捕他 但是这个抓捕的传闻呢 已经传闻了五六年 六七年 五六年了 一直没有确定 也就是说 到现在为止还不了了之 会不会最终去追查回流日的问题呢 现在也只能等待官方的宣布 但是回流日这个人 他是主要的基地 并不是安徽 而是吉林 所以他是从吉林 后来好像担任过中共工中央 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然后来到农业大省 安徽去当省长 好像也当过省委书记 然后再调到江苏 然后在江苏的任上 好像在身为副总理 和政治局委员 分管农业工作 但是呢 他在安徽期间 就排斥了其中一个 官员 就是郑维文 郑维文是他 孙于他那一段时间 当然郑维文还有安徽本地的帮派 本地的政治势力上来的 但是在回流日期间 他也是得到赏识 当过安徽省的 安徽省的 省政府副面部长 后来到地方去历练一下 再回到安徽省 政府当 省政府副面部长 兼办公厅局 实际上就是省长的大管家 那个时候的省长叫王金山 王金山就是 回流日在吉林的 一个老关系 或者是老部下 王金山跟回流日的 主要的一个 关联在吉林省的 白城地区 这两个人都担任过 白城地区的 行政局的军员 地委副书记 书记好像是担任过 那么后来 回流日是做副省长 省委副书记 然后王金山 担任过 吉林省的 组织部长 那么后来 回流日离开 安徽以后 已经到江所工作了 但是还是 使王金山后来 从吉林调到了 回流日 已经工作了几年的安徽省 担任省长期间 那么 郑伟文就是 大管家 所以他跟王金山有一些 关联 王金山到了后来 是成为了安徽省的省委书记 然后后来就调到人大 现在是退休状况 是人大一个委员会 当过副主任委员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王金山当省委书记 期间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省委副书记 是个省长 从福建调过来的 从福建调过来的这个人 就是后来 在甘肃省委书记上 被抓的王山运 王山运 他曾经是 发家于贵州 贵州市 那么从贵州 到四川 然后到福建 然后转到安徽 他属于共青团体系 从共青团体系里面出来的 属于团判嘛 那么他在当安徽省省长期间 当选的时候呢 这个郑伟文 继续是成为 这个 这个 省政府省长的办公厅主任 也就是大官家 到了这个任上 好像他在去了 马鞍山 当了马鞍山的市委书记 在2003年 还零几年 在调到江西省 当公安厅厅长 这个时候 就成为了 孟建柱的 这么一个 在孟建柱的 老革命工具地 老政治工具地 掌管工人工作 所以 郑伟文的关系 通过这么一种梳理 他就有了几个后台 中国的官员 你基本上都可以梳理去他的后台 那他的后台 除了最开始的 安徽省的 老官员 把他提上来以外 那么跟他 后来比较 有名目的官员 就是 葵梁玉 王金山 王三韵 和孟建柱 他的死亡 虽然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的宣布 但是他的死亡引起民众 这么欢欣鼓舞 这就是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今天的民意 民意就是 只要是官员 见不得你好 只要你惨 大家都是欢欣鼓舞 不仅仅是官员是这样 就是民间人物 也是有这样一种 对于如果你是一个有名的人物 引力界的人物 或者是特别是有钱的富人 你要出了什么问题 大家都是网上狂慌 对吧 这种心态 在中国特别的民情 最近几年 当然闹得比较厉害的是 京东的老板 刘强东 他这个案子 最开始发生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严重 后来从美国警方和刘强东的力士 所得到的情况 尤其是刘强东还得到了自由 而且马上回到了中国 虽然他坐了一天一晚上的牢 但是好像他能够自由离开 一般的判断 应该来讲他的罪行是比较轻的 否则的话 怎么会让他没有任何保释金 就让他离开了 而且很快就自由了 这就是说明明年苏达 美国明年苏达 当地的警方 或者是警方 当时候处理失当 增加了这个事情的 司法的难度 因为这个案子的调查 其实并不需要多长时间 因为你一开始 所确定的把它去拘捕 你就已经知道了 它有一定的罪名了 但是这样一个案子 很显然没有及时的转给法官 还是法官说乎大意 没有仔细看这个案子 如果看到案件的 现在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程度 像他这样是不应该被保释 或者说 需要比较大的保释金 才会出来的 结果当时候的法官 是没有保释金 还是好像没有经过法官的程序 因为检约很快就把它放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过堂 如果法官过堂了 那你如果法官应该承担责任 如果当上的检方 在历史一到场 马上就把它释放了 那是检方的警察 是不是有责任 检方 就是当地的司法部 就是当地的司法官员 检察官 有没有及时的掌握这个案子 现在都是一些疑点 都是一些疑点 因为美国的司法 虽然有运作了这么多年 独立运作了这么多年 它有很完善的一套 作业的程序 但是即算是这样 在很多的作业的过程中间 你还是可以看到司法的披露 发现司法里面 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 所以美国的司法 有独立 但是它仍然出了很多冤家错 也出现警察方面的失职 也出现检方方面的失职 有时候也可以发现了 法官啊 判决不是那么的公道 那也是一样的 当然和一个完全没有 现在法治精神的 法治文明的中国 完全不能比 所以我曾经讲过 美国的问题是天堂的问题 或者是人间的问题 中国的好处 那是地狱的好处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刘江东这个案子 昨天暴露出来的是 今天我们最新的明镜的消息就是说 这个是强奸 以谁 那就是非常严重了 这个属于比较重罪 而且女方已经报案 然后警察当时已经取证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把刘江东放回中国去 这是美国司法当局的一个失职 但是呢 因为刘江东不是一般性的 这个百姓 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 那么他未来 有足够的能力 为自己的行为 进行辩护 他会找到非常优秀的 这个历史团队 首先要确定 这一种性关系 是在哪一种情况之下发生的 是真的是强奸 还是双方在某一种情愿之下 或者是半情愿之下发生 对方的证人 因为我在早几天的节目里面讲了 这个属于一个公所案件 公所案件的情况之下 这个女方应该就是一个证人 这个证人 他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他最终是承认说 放弃强奸的指控 还是说坚持强奸的指控 或者是他本人的信任度 或者是当地的场景和其他证人的相关资料 这都会显示出来 这有可能是一个 法律素质方面的一个战争 这就看检方的力量有多强 如果检方也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团队 那么刘昌东的历史团队就比较吃力 但是如果对方有时候比较弱 那么以刘昌东的资金能力 那么它是会对它进行非常有效的辩护 美国是一个司法分权的国家 司法体系本 警察是警察 空房是空房 像它这样的案件是司法系统 空房 然后历史是历史房 历史有分原告辩护跟背后辩护 如果它这种案件真正审判 那么还进入陪审团 陪审团又是怎么组成的 美国的这个司法之复杂 之细致 乘处之多 这就给了这个专业人士 可以靠这个事情去犯的一个最后的机会 所以美国的很多案件 最终的判决 它的来源于的因素是很多的 来自于 警方 它的取证的合法性 来自于检方 它有没有准确的 精确的掌握这个案子 来自于被培审团 是不是公正的 在这个案件进行 培审 最终的定罪的来源 是 什么夫妻啊 什么性别啊 什么职业背景啊 什么政治倾向啊 都有非常复杂的关系 当然也来自于法官 或者认不认可某一种取证 认不认取 某一个陪传团 或者某一种程序性的完成 当然 历史在里面起 也是起关键性的作用 所以非常复杂 如果这个案子继续演绎下去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案子 会更细致地了解 美国的司法制度 不过 对于刘强东本身 是什么原因出这个事 是一个陷阱 还是自己设的一个陷阱 是自己发现了一个 不管宽恕的罪行 还是别人设的陷阱 但是不管怎么样 对他个人声望的打击 是远远超乎他的想象 所以最开始的 京东 他们的公司所做出来的 那个发言 公开的为 刘强东的辩护的发言 实际上 对刘强东已经造成 非常大的被动和伤害 所以 对美国的律师 趁此机会 要发笔财 尤其是华尔街的律师 因为它是个公众公司 大众公司 那么作为大众公司的领导人 他所兼负的责任和 完全私营公司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他会调节很多的投资者 在过去几天中间 因为京东的股票打跌了 所以会得到 一种法律追溯的机会 这个案子非常有意思 当然我为刘强东 感觉到非常的 遗憾 因为听说这是一个 还不错的商人 也有人说 马云利用这个机会 在露天下石 我不知道马云 阿里巴巴和京东 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商业关系 但是我认为 简单的说 我认为马云利用南华早报 在陷害 或者是趁此机会 去把这个事情宣言 宣言很大 去献刘强东不利 我觉得现在政治不足 根据我现在了解 这几天的西方媒体的情况来看 南华早报 并没有做得很特别 他所公布的一些事情 他所报道的一些事情 和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和其他媒体 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大家都是来自于 美国的警方 美国的警方 不不不 还没有警方 美国的警方和美国的 律师 这方面的一些报告 他并没有特别的把它做大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事是不要把它想象的 太丰富了 当然一直有人怀疑 因为京东做得那么好 有些人是对他很嫉妒 所以要把它毁掉 各种看法 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对我们来讲 听取警方 为的是法官 法庭上面的意见 那则是比较正式的版本 今天的点点今天事 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